這年頭要進演藝圈有很多管道 有人參加徵選 有人就是認真經營自媒體 但是在日本演藝圈裡面 其實有一票明星 他們當初根本不想進演藝圈 今天我就要來介紹一些 日本誤打誤撞進入演藝圈的男明星們 我先來介紹1982年出生 身高182的相景禮 那其實相景禮 他一開始並不是想要當明星的 那他從小因為非常非常喜歡動物 所以他一開始的目標 其實是要當獸醫 所以他在考大學的時候 一開始也是以獸醫系為目標 但是就是分數不夠沒考上 所以他就重考了一年 那第二年就考上了 一樣很厲害 是考上明治大學的這個生命科學系 然後主要研究的是基因工程 就頭腦很好 所以他在大學的時候 他寫論文 還有得過一個國際性的獎項 在那個時候你都得獎了嘛 所以教授跟旁邊的同學就想說 那你將來應該是要走一個研究員的路線 研究這一塊嘛 沒有 相景禮偏偏他就是沒有要走這一圖 因為他愛上了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調酒 他在大學期間其實一直都有在酒吧打工 然後就調著調酒 就調出興趣了 甚至還被挖腳去當店長 但是有時候就是人帥這件事情是擋不住的 他就有一天在表參道這邊走來走去的時候 就被人家堵住 就是那種雜誌會去採訪很帥的路人有沒有 他就是其中一個被採訪到的 然後呢他的照片就上了那個雜誌的那個裡面的介紹 後來他的經紀人就翻翻翻翻 雜誌的時候就翻到那張照片 就說 這小伙子有前途不錯 但是其實光看長相這件事情 你很難評判說 就是他適不適合演藝圈 所以他這個經紀人呢 他就直接殺到相景禮工作的那間店 他想說好我就要來看看這個人 他的應對進退啊 待人處事個性怎麼樣 他就進去那間店 假裝他是一般的客人 然後就在默默觀察說 這個人不錯 相景禮這個人不錯喔 待客什麼的一切都很OK 那到後來談吐什麼的 他都確認說一切OK 他就跟相景禮坦承說 喔我其實是想要就是挖繳你 也不是挖繳 就是我想要挖掘你 然後當藝人 但因為相景禮那時候他就是 他本身他就是想要當店長 他就想要開一間店嘛 所以他對演藝圈這塊 根本沒有興趣 經紀人呢 他就是隔一天 他又繼續來說服相景禮 我跟你講 你如果進演藝圈的話 我可以讓你做這些這些工作 我們可以嘗試做這些這些的挑戰 反正總之就是說了一些 有的沒的很多 幫他弄了很多很多的夢想 攤在相景禮的面前 所以是誠意感動天啦 他最後最後 他就答應了經紀人的要求 成為他那間經紀公司的 第一個男明星 其實當初經紀人啊 他在邀約相景禮的時候 他們經紀公司裡面 根本沒有任何一個男的 然後他們經紀公司也沒有承諾 也沒有就是open說 好你接下來可以找男生 來進我們公司當藝人 沒有 經紀人他就是想說 如果是相景禮的話 我一定可以說服我公司的長官 所以他就做了這件事情 後來果不其然 相景禮就是紅了 感恩經紀人 讚嘆經紀人 謝謝你找到了相景禮 接著呢 我就要來聊聊 大家很愛的 傑尼斯偶像 其實傑尼斯偶像呢 我們總括可以把它分成兩大類好了 有一類呢 他們是自己投履歷的 因為對五光十色的這個演藝圈 可能非常有興趣 他們就自己主動舉手 說我想要進去 另外還有一大票人 他們是 被投履歷的 例如說可能是被 媽媽啊 阿姨啊 姑姑啊 姐姐啊 妹妹啊 同學啊 然後好朋友啊 甚至連隔壁鄰居 都幫他們投履歷 再加上一些小小的利誘 讓他們成功進入演藝圈 阿拉西的二宮和也 他聽傑尼斯的故事 其實有一點好笑 因為他從小其實是一個棒球少年 他非常非常熱愛打棒球 所以他的夢想 也就是成為一個棒球選手 然後到他國中的時候呢 他一個同輩的親戚 就擅自幫二宮和也 寄了努力去傑尼斯 也非常順利的通過了書面的審核 但是到了之後那一關 就是要面世的那一關的時候 二宮和也他就是不想去 因為他就是愛打棒球 他說我為什麼要去面世呢 但是因為二宮媽媽 就是他就跟他兒子說 兒子啊 你如果去面世 我就給你五千塊 當零幼錢 因為二宮和也 其實應該很多人知道 他本身就是一個 對金錢非常有興趣的一個孩子 所以呢 他就被這個五千塊掉到了 於是呢 他就去參加了那一次的徵選 整個徵選會上呢 就旁邊那些孩子跳得很熱烈的時候 他就在旁邊就是不想動 但是因為真的太明顯了 明顯到 捷尼斯最大的那一位加妮桑看到 他就跑去問他說 他說孩子啊 旁邊的跳成這樣 你怎麼不跳呢 然後二宮和也那時候的回答也很可愛 他就說 我才不在這麼小的地方跳舞 這種霸氣滿點的回答 感動 感動 就是讓加妮桑覺得太有趣了 這個孩子有前途 所以二宮和也就是在一個 莫名其妙的情況下 進入了捷尼斯 後來呢 他也很順利的成為了阿拉西的議員 以阿拉西的身份出道 然後在2006年的時候呢 他也成為捷尼斯裡面第一位 參加好萊塢電影演出的演員 那甚至到現在呢 他有了自己的YouTube頻道 感恩二宮媽媽 讚嘆二宮媽媽 謝謝你讓二宮和也進入演藝圈 我再追加兩位 也是因為媽媽的小莉佑 進入捷尼斯的成員 山田良姐跟佐藤勝利 山田良姐呢 他是Hey Say John的成員 當時呢 他其實是一個熱愛踢足球的少年 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當足球選手 當時他媽媽跟姐姐 就是瞞著他把他的履歷丟出去 因為長成那樣一定會通過書面審核 那到了後面徵選的時候 更跟二宮和也一樣 我就是不想去 結果媽媽也是放大去 媽媽知道他喜歡足球 所以他就跟兒子說 兒子啊 你只要去徵選 我就送你 氏族杯的限定徽章 就這麼一個小徽章 山田良姐就被騙去了 然後他就被選上了 媽媽你真的是 做徵選 至於另外一位 SexyZone的成員佐藤勝利 小時候他其實就是喜歡車子 非常非常熱愛車啊 什麼汽車啊機車那些他都很愛 所以他當初的夢想其實是要成為 就是跟車有關的這個工程師 在進捷尼斯之前已經有很多星探友在路上就是跟他搭過話 但因為那時候他都沒有答應嘛 那時候還小 然後媽媽就想說 哎呀你都這麼小 但是又一直有星探來找你 所以 既然要讓你試試看的話 不如是捷尼斯好了 當初他那履歷上的照片啊 據說還是用了一張他 就是比賽輸了 然後哭過之後的一張 表情很不情願的照片去 但因為佐藤勝利他本身有另外一個封號 叫做《顏面人間國寶》 這孩子真的是長得好 無關是AI認證的 就是高顏值的男性 所以呢 想當然了 書面審核一定是過關的啊 但是到了後面要面試的時候 佐藤勝利也是百般的不情願 他就是不想去 因為面試的那一天是他生日 然後他朋友已經跟他約好 說要去打保齡球慶祝他生日 媽媽又出大招 媽媽就說 你只要去參加徵選 我就請你吃你最愛的親子丼 就親子丼 就這麼一碗親子丼 勝利就去了 去了之後 就選上了啊 他長那樣能不選上嗎 反正總之呢 就是因為這些媽媽們的努力 我們現在才可以看到 檯面上這麼多可愛又帥氣的傑妮絲 工商時間 有人呢是誤打誤撞變成藝人 也有東西他是誤打誤撞變成 餅乾呢 這個餅乾呢 他是來自日本神戶 然後一間創業已經70年以上的 這個陽果子老店 他所推出的新產品 這個餅乾呢 就是用我前面這些天然的水果 經過高溫壓制喝成的蘋果 他就是一個完整的蘋果切片 橘子 檸檬 我覺得很厲害的 奇異果 他真的是一個 奇異果切片在上面 台灣人很熟悉的那個鳳梨 那五種口味裡面呢 據說啦他們自己工作人員 最喜歡的是檸檬口味 我來試吃看看 那這個餅乾啊 其實也蠻厲害的 因為他有榮獲 那個日本的秘書們票選 必買伴手禮的第四名 好香 他有那個很濃的奶油香氣 可是他並不是運用那些人工香料 他都是天然的 運用一些日本就是當地國產的一些食材 然後還有這個水果天然的甜味 所以他並沒有添加任何其他的香料啊 或是甜味劑等等 他就是天然的就這麼香 聲音超脆的 這檸檬口味真的有讓我驚豔到 因為他除了有檸檬的香氣之外啊 他還有把檸檬獨特的那個 檸檬皮帶有一點點微苦的那個感覺 完美的呈現出來 然後你一咬進去之後 多嚼幾口 那檸檬味真的就在你嘴嗆裡面 大爆炸 超好吃的 除了我今天吃的這個檸檬口味啊 其實其他的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那我會把連結貼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記得點過去看喔 好吃餒 那接著我要介紹的這一位 他本身是有一點點想要進演藝圈 但是那個過程呢 也是頗峰迴入轉的 這一位呢 就是電影死亡筆記本裡面的夜神月 還有網路梗 你們很熟悉的 給開思一罐啤酒的開思 他就是藤圓龍也 說到藤圓龍也這個人齁 他其實頗有趣的 因為他在那個國中的時候啊 就說他是一個屁孩啦 反正就是一個不良少年 非常的自由奔放 完全不受控 他是那種上課上到一半 因為肚子餓 他就會跑去便利商店買東西 老師也攔不住他 跟隊員在踢足球的時候 他就是那種死都不傳球給對方 因為他就想要表現他自己 然後有一天 藤圓龍也呢 他就跟他朋友約好 想要看正統東京不良少年的聚會場所 他就跟朋友從他的家鄉 旗玉縣搭電車 發到池袋 我要在池袋找真正的不良少年 然後找著找著在那邊閒晃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拿著一張傳單 然後發給藤圓龍也 就跟他說 喔我們這齣舞台劇正在找主角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 藤圓龍也那時候其實心裡是 他其實是想要去參加的 但是因為旁邊朋友都在嘛 他就害羞 我就想說我才對這東西沒興趣呢 就裝作美食 結果呢 他後來回家 他也是偷偷的就是寄了履歷 寄過去 啊人家一般就是面試那一種 就是藝能選秀的時候 其實給的照片是 全身照跟半身照 啊藤圓龍也就不知道嘛 小屁還在私底 所以哪知道 他就給了一張那個 人家去應徵用的那種大頭照 他就放了一張大頭照 貼在那個履歷表上面 就寄過去了 啊這種東西 當然第一關你書面神盒 一看照片不對的話 你就會把它刷掉了嘛 所以藤圓龍也在第一關的時候 他是被刷掉的 大家記不記得當初 拿傳單給他的那一位 他就從那個失敗 那個被淘汰的那一堆子類裡面 翻翻翻翻出藤圓龍也那一張 然後就把那一張偷偷的在塞進 合格的那一疊裡面 那這個水面下的這個敗部復活的這個動作呢 據說做了五次 就藤圓龍也五度被救回來 一直不停的敗部復活敗部復活 就這麼做了五次之後 藤圓龍也就順利的 贏得了那個舞台劇的主角的這個角色 他就從五千多人裡面脫穎而出 他15歲演的這個舞台劇 就成為他爆紅的氣質 然後那個一直救他回來的那個人有沒有 就是他後來的經紀人 他當初在路上只看到這個屁孩 他才看他一眼 他就覺得他有機會 然後就不停的 他就還很費心的 從那個你知道失敗的那一疊裡面 一直把他救回來 他救了五次 感恩經紀人讚嘆經紀人 日本演藝圈這麼大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 其他藝人的出道故事 或者是想要聽 其他跟藝人有關的主題的話 趕快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